缅甸政变随着各地的反抗军揭竿起意之后 军政府不惜派出战机轰炸反抗据点 眼看内战一触即发 缅甸驻联合国特使伯格纳 昨天请求安理会马上采取必要的行动 别让缅甸陷入生灵涂炭的局面 召开缅甸局势会议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伍德沃 则对外强调安理会一致谴责军政府的暴行 并且积极磋商可行的应对措施 目前缅甸军政府的血腥镇压 已经造成超过520名平民丧命 伯格纳恳求安理会考虑各种现有的手段 做出对缅甸人民正确的事情 避免血流成河的浩劫 他重申目前依然开放和军政府对话 但是也提醒如果只是空等对方愿意会谈 恐怕将会为时已晚 无论如何立场倾向缅甸军政府的中国 透过驻联合国大使张军 表达反对制裁的意愿 中方固然希望局势恢复和平 不过任何强制措施只会弄巧反拙